美国国防部下属网站3月16号公布了MQ-9被俄军战机拦截的42秒视频 请看本台记者陈铁梅的整理报道 美国国防部下属网站3月16号公布了MQ-9被俄军战机拦截的42秒视频 从视频可以看出一架苏-27战机快速向无人机靠近 尾部出现空中放游的现象之后视频录像出现卡顿现象 疑似与苏-27战机发生撞击 后续的视频显示MQ-9无人机后部的螺旋桨发生弯曲 对于美国国防部公布的视频 俄国官方目前还没有进行回应 3月14号美国欧洲司令部一份声明称 俄军出动两架苏-27战斗机拦截MQ-9无人机 其中一架多次在无人机前方空中放游 飞机随后撞向无人机的螺旋桨 导致无人机坠毁在国际水域 对于美军的指控 俄国国防部进行了回应 否认与无人机接触 称无人机坠毁是因为自身大幅激动 导致失控坠毁 美国白宫发言人约翰·科比15号说 美国官员告诉俄罗斯驻美大使 俄罗斯军机在国际空域飞行时 必须更加谨慎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俄国国防部长邵伊古15号 应邀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通电话 双方讨论的内容包括 美国MQ-9无人机在黑海坠毁一事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德鲁舍夫 15号表示 俄方将打捞无人机 但是美方称 无人机残骸处于深海 回收工作可能很困难 而且难以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感谢观看